当然是他肩绿的呀 宝贝 你们信这本吗 不满前媳妇大艾斯对儿子汪小飞 都用法律追讨500万生活费 张兰趁着直播带火参战 过了一个月就昏昏了 信吗 可能吗 那绿帽子十顶二十顶的马上戴 很酸戴是闪架聚军夜市给汪小飞戴绿帽 张兰还放话 手上有证据离婚一年 两家人彻底撕破脸 对此大艾斯也发声明回应 大艾斯说从认识汪小飞至今 从未伤害过他的身心 对汪爸爸张兰女士 都是发自内心尊敬 说离婚是为了对方着想 主动提出缘分已尽 好聚好散 保证此生不出恶言 也说到做到 希望汪小飞不要封锁自己 导致没能第一时间提醒他 不要情绪性发言而触法 非常抱歉 希望停止纷争 用微信传语音连骂徐妈妈半小时 张兰此举让徐妈妈气到直说 血压爆表 对王小飞母子一连串炮火 大艾斯经纪人也发长文 指出王小飞总是大街骂人 小巷道歉 前几天还哭着感谢大艾斯 如今却上演争夺战 当初在没有饮酒 且有双方律师见证下签字用意 如同婚内外遇般亲自干出来 铁针针的事实 还很酸张兰开直播 酸辣粉肯定特别够味 张兰开直播还只勾在 葛思琪收了DICE的钱 这让葛思琪任无可忍 表示将公开所有诊据 DV新闻中有张启云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开启小铃铛